这是什么地儿啊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们到了 好 这就过来 走 哥姐 小鹿他不在 你干嘛呀 不是说了不在吗 我又没躲他 没躲他你还想走 走吧 你带路 张雪 你来给客人讲解一下 对不起啊 我现在很忙 没有空 你知道他 这个讲解很重要 你必须来讲 但是我得完成陈总 交给我的任务啊 没了没了 哎呀 张雪我问你 咱们中心叫什么名字 小丹研究中心对吧 对吧 那陈总回来 还有我呢 哥姐 听他讲了 这是我们中心的大才女 对 好了 开始吧 这是我们的融资计划书 您看一下 根据我们的构想 完全实现需要三个阶段 两年半产生效益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这个才小蛋 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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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定位 三维扫描称重仪 网站系统所有订单运费系统结算 订单API 对接配套网上中英文客服二十四小时 库存订单发货跟踪信息全程管控 这个 就是你们说的那个什么 超级网上自动售货机是吗 哥 我知道陈龙他容易想天开 这个可能暂时不被理解 我就问你是不是回答我 说得没错 这正是我们研发的售货系统 那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 适不适合仓储物流伤呢 那只能算我们整体构想的一部分罢了 那适不适合小丹 小丹 我吗 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 他问的是C2C O2O模式 这道系统解决的就是C2C和020 与物流系统之间的矛盾呢 小丹 你什么都不懂就别瞎听我 陈总 你看就是他们一直逼着我在这儿浪费时间呢 蔡总啊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两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全姐你怎么来了 什么都不懂我过来请教一下你啊 哪有 你这小子做了这么个东西怎么早不跟我说啊 哼 那你也得听我说呢 恐怕这辈子你最看不起的人就是我吧 这样啊 下午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你 让你好好地说一次 我说话 我说你怎么办 就好啊 邱总啊 这样你把公司的全体人员招集到会议室 听专家讲超级网上受过激 好 通俗来讲 就是地球上任何一个个体 只要在电脑面前轻轻地点动一下鼠标 他想采购或者卖出的产品 直接就出现在他所在的城市的仓储里 并在第一时间内交货 而且还可以任意退换 这套小丹系统就是我的研发成果 看起来小丹系统相当复杂 研发出来了吗 很多技术都可以用了 整体构架还需要几年时间 这也太超前了吧 既然我们敢做海外仓 敢做远程医疗 拼的不就是超前的意识吗 也许在以前啊 一个大的企业 倒闭可能需要十年或者二十年 但是在如今 也许就是一夜之间的事 大家都用过诺基亚吧 诺基亚的品质肯定没得说 但是在苹果触屏概念面前 这个手机帝国 果真就是一夜之间就被激化了 我记得还有一条评论是这样说的 这个巨人倒下以后 身体还留有余温 如果一时不超前 我们只能等死